更新医院安康院区院长周绍军重医37年 在更新医院工作27年 这期间非常积极的推动各项医疗政策提升服务品质 担任外科医师的他更是秉持的士病尤亲的态度 让病患全新的信蚕 因此他今年荣获了新北医疗贡献奖的肯定 更新医院安康院区院长周绍军 从1990年到更新医院工作至今已经届满27年 行医时间更超过了37年 今年他荣获了新北医疗公益奖医疗贡献奖殊荣的肯定 一张张与更新医院同仁开心合影的照片 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耀 更代表了一位医师的牺牲与奉献 我们把这个医院从一个小型的地区医院 发展成区医院 那各方面我们的设备相当于这个医学中心 我们能做的手术已经可以做到器官移植的这个状况 那我们一切就是尽心尽力 那随时待命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继续发展 能够照顾到尤其这个是一个安康的院区 照顾到社区的这个居民 文诊看诊时间 周少军院长仔细地为病患说明检查结果 对于病患的问题也总是不厌其烦的讲解 让病患可以全心地信赖 放心地将病痛交给医师照顾 事病尤卿正是周院长对待病患一贯的态度 也因此让病患由衷的感谢 治疗的过程当中 院长他随时真的就是被告诉我 给我打气 然后告诉我说真的不用那么怕 那我现在才知道说 走过这一段 我才知道就是说 其实医生他真的跟我们有一个同理心 那你才会觉得就是说 他院长真的是上天派来的菩萨 非常的平易近人 而且他很和蔼可亲 没有让人家觉得他是长官的样子 然后平常呢 他也看病人也是视病尤卿 而且非常的亲切 而且他的医疗技术非常的专业 让病人都会觉得给他看病非常的安心 即使现在已经当了院长 但周院长还是一如往常 排斑动刀 站在第一线为病人服务 他表示未来还会继续致力于医疗教学工作 努力招募培训外科住院医师 同时秉持食品尤卿 尽心尽力随时待命的原则 扮演好院长 外科医生 病患的朋友等各种角色 记者身份 咱们齐心店采访报道 咱们齐心店采访报道 来预看